目前的所在位置就是达曼玉郎的祖屋区 这里就是总统候选人尚达曼过去服务了长达22年的选区 由于尚达曼在今天晚上是没有安排任何的地方让支持者集合 因此一般相信他的支持者应该就会选择在达曼玉郎这里自己集合等待结果 而我在早些时候抵达达曼玉郎的时候 我就四处走走并且同这里的民众聊天 有些人就告诉我说他们打算先回家吃个饭 晚些时候再约邻居到外头喝咖啡等成绩 不过也有人说因为不确定尚达曼今天晚上是否会出现在达曼玉郎 因此他选择待在家中看电视看新闻等成绩 那么就有像这里的居民了解 按照过往的全国大选经验 我背后的这家咖啡店相信会是支持者有可能在今晚自己集合的地点之一 那么至于候选人尚达曼本身今晚又会在哪里 他的竞选团队透露 尚达曼和妻子会在家中同家人一起等待选举结果 尚达曼预计也会在成绩揭晓之后接受媒体的访问 那么目前距离选举官公布成绩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将继续待在达曼玉郎 并在晚间新闻带来更多的报道